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 我那有阴阳眼朋友的故事 在影片继续前,我先做一个disclaimer 首先,我本人没有在场 今天会跟你们所说的故事都是她告诉我的 第二,如果你们觉得这种灵异的故事 本身如果没经历过 你们真的不会相信 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信也好,不信也罢 那如果你们完全不信 你们可以把这影片当作娱乐 那废话就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影片 那你们也知道 高中时期我们都很喜欢约朋友出去唱 可以出去玩 但我呢,因为住的比他们远 他们住的那一个住宅区在住宅区A 我住在住宅区B 我们家的距离,开车的话需要15分钟 这两件事情我都没在场 是因为他们出去都是晚上 或者是出去一整天 我妈不让我待到晚上 因为我回家的那一条路 蛮黑的 我们那里晚上出去真的 马来西亚没有台湾这么安全 对,所以我妈会担心我们的安危 而不让我们晚上出去 我那一般朋友呢 他们就很习惯晚上自己出去 出去玩一整天 那这一天他们就约了去唱K 唱完K之后他们就决定走路回家 他们那一个住宅区是一个最有历史性的住宅区 OK,只能这么说 刚好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住宅区 他们大概有六七个人 走路回家时一般朋友当然是在那里谈天 或者是笑你刚刚唱歌唱的怎么样 走到一个公园时 那一个有阴阳眼的朋友 帮他取一个名了 叫小丽 小丽原本也是在跟另外一个人谈天 就叫他咪咪好了 小丽原本也是在跟咪咪谈天 啊你今天穿的好好看哦 你这个在哪里买 啊我在金河买 但突然间小丽就完全不说话了 我那个朋友咪咪就 小丽怎么了吗 小丽就跟他们说 你们现在直直走 不要往回头看 也不要说话 一直直直走就对了 然后他们就很快速的离开了那一个公园 那公园比如说是这么大一块地方 当他们离开了那一个草地 那一个公园的草地 小丽有这么就偷偷的望过去后面 然后很快就转回来了 然后小丽说你们继续走 不要往回头看 然后他们就继续走 直到离了那公园很远之后 他们才问小丽 刚刚你看到什么 小丽就跟他们说 看到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 那当我们经过那里 有说有笑的时候 打扰到他们 有其中几个就开始跟过来了 所以我才叫你们马上 不要说话 直直走 不要往回头看 他还说 如果你们当时往回头看 他们就跟你回家了 这就是事件一 但那一天晚上也没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们没有往回头看 然后他们也马上没有说话了 那些小孩子就继续在那里玩 那第二个故事是 如果你们有去过马来西亚 你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出名的旅游圣地 它叫云顶高原 鬼故事从那里传出来的也不少 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随便Google 云顶高原 像拉斯维加斯加迪士尼乐园 它有一个赌场 还有一个游乐园 有赌场你们也应该知道的 就会有人欠钱啊 欠到了龙钱 然后杀等等这种不好的事发生 所以云顶的那些鬼故事也蛮多的 你们自己上网去Google看 真的很多 然后也有人去那里拍过那种 烫鬼的 最出名的酒店First World Hotel 它好像是没有第五层楼 还是第十三层楼 我忘记了 就算是它没有一层楼的号码 这些东西你们自己上网去找 那我朋友他们去 他们没有想要去赌场 他们只是想要去游乐园玩 刚好那时候是放假 我们马来西亚考完重要的事 就会有学校假期 刚好他们那时候是考完重要的事 所以就决定学校假期 学上云顶 那学校假期嘛 一定会有很多人 订房间超难的 他们好不容易才订到一间房 到了那一天 上云顶 去到那一间酒店 那正要靠近他们那一间房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小丽的表情有一点不一样 当他们开门那一刹那 他们几个人就觉得有点不对 这间房有某个地方不对 但是讲不出有什么不对 小丽就突然间跟他们说 你们出来 我们一定要换房间 那他们当然是问 干嘛干嘛 发生什么事 然后小丽那话都不说 直接下去lobby 那里跟柜台人说 这间房间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要换房 柜台人员说 现在你们也看到的 到处都是人 没有房可以换给你们 然后小丽说 不我们一定得换房 那个柜台人员就说 好那你们等 如果有人订了房没来的 或者是有人突然间退房 我会再给你们那一间房 那一天他们就等了几个小时 差不多快十二点晚上 终于有一间空房 然后他们check in了之后 他们就上去他们的房间 进去房间了 小丽没说什么 然后他们就问小丽 小丽你看到什么 然后小丽就说 我们下山 我再告诉你 现在不是时候 他们就摔呀洗脸 睡觉 第二天去玩 在那里住了两天一夜 回家的路途 他们就问小丽 小丽 第一间房 你看到什么 小丽就说 我看到床上 有一滩血 然后有一具尸体那样的东西 躺在那里 所以我才坚决 不要这一间房间 然后他们就说 幸好你在 然后另一个朋友就说 那第二间房 应该没什么了嘛 看你表情也正常 然后我们去玩也是玩到很开心 这时小丽就说 是比之前第一间正常 但你们在刷牙洗脸 洗澡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有人在看你们吗 这时候每个人都起鸡皮疙瘩 他们就说 小丽 我要掐声音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然后他就说 我们不可能再换房间了 然后他们就问 这两天一夜 从你进到房间那一刻 他就在那里吗 然后他说 是啊 从我们进到房间那一刻 我去厕所 一打开门 我就见到他了 直到我们离开 他还在那里 鬼不是也有分很多种吗 有一些是厉鬼 有一些是 就是比较好鬼 你不要去烦他 他也不会烦你 他就是属于那种 你不要去烦他 他也不会烦你的那种 然后他们就问小丽 那他长什么样 他就说 头发很长 看不到脸 白色的衣服 唯一不同的是 他没有脚 所以 他绝对不是人 这就是我那有阴阳眼 朋友所遇到的事 他当然从小遇到到 而这两个是我最深刻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 很搞笑 你们不觉得吗 尤其是云顶高原的那一个 如果你有阴阳眼的朋友 不知道是祸还是福 因为有些事情真的 你不知道 比你知道 来得更好 还没follow我 脸书 Instagram 记得别忘记去follow 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影片 请在下方留言 蓝留言 接下来的影片 我不会再出鬼故事了 如果你们要听鬼故事的话 明年才会出 因为 这种故事说多也不好 听多也不好 我是瑞恩 对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爱你们哦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